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汇储备的体制有两种 一种是两元构架的 以财政储备为主 央行储备为辅 一般财政储备一个国家 80%到90%的外汇 央行有个10% 15%的储备 作为货币进出汇率调控的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 不是两元构架 而是央行独自储备 大家知道央行是不能发债的 也没有其他的钱 那就是发票子 所以它只能用M0的扩张 来购买外汇 形成外汇占款 绑架M0的扩张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体制 是存在着问题的 我们现在讲的体制机制改革 金融的改革 不仅是金融监管体制要改革 而且外汇储备体制也要改革 这个外汇储备体制不改革 会造成中国通货膨胀 金融乱象 拓使就须源头的源头的源头 所以这件事必须改 改了以后推动经济发展 至少带来四个好处 一 财政如果进行外汇储备 它发特别国债 它吸收的是已经存在在社会上的M2 会造成紧缩 它不会通货膨胀 也没有成熟效应 第二 央行摆脱了外汇占款的绑架 就可以有了独立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货币政策 根据GDP增长力 通货膨胀力和评检系数 然后为国民经济实体经济很好的服务 形成泱泱大国的独立货币政策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 财政管外汇储备 它是自己发国债拿来的钱 它就像它可以就可以给中头几千亿进行投资 这种投资不讲15%回报 不讲10%回报 就讲最起码的5%回报 几万亿美元一年一千几百亿美元的投资收入 就会带来上万亿的财政收入 弥补国家财政支出 而央行的外汇储备是不可以投资的 所以它只能买一些国外的流动性好的国债 外债 外国的债 所以它的利息就比较的低 这是第三个好处 第四个 我们真正成为世界金融强国 金融强国不是把多多的钱借给别人的强国 而是自己投资 在全球投资产生实实在在高回报 好回报 有效于持续投资回报的一个强国 十分之金融异 不过 哇 对 好